报答中国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种享受 我不介意任何中国人来日本挑战我 反正无论怎么打他们都是输 我是绝对不可能输给中国人 中国小伙苦练十年寸拳 只用两拳打碎日本拳王的下巴 瞬间猝死为台 下场裁判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场 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 本场比赛保证是日本人看了难受 我们中国人看了之后 那是相当的享受 好了 看一下眼前的选手 就是日本选手西川康平 这个家伙三言很猖獗 他表示说呢 打中国选手对他来讲 竟然是一种享受 他表示说我欢迎任何中国人 来日本挑战我 好了 看一下这场比赛迎战他的对手 正是眼前的中国小伙王志杰 好 小伙子是我们中国拳击手当中的少有的重跑手 他是邱建良和魏锐的师弟 同样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拳击黄埔军校大东翔 好 观众朋友们 张比赛举办地点在日本东京 也就是说台下的所有观众都是小日本子 所以说本场比赛看一下我们的中方选手王志杰 能否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的目光之下 暴打日本人 观众朋友们如果真暴打了 可是非常解析了 好 那就是王志杰从这个13岁的时候 开始练习寸拳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苦练了长达10年的时间 而且据说他的寸拳呢 这个很厉害啊 在分寸之间就能把人打到三到五米远 因为这个寸拳呢 是我们中国大师 武术大师李小龙所发明的啊 其实很厉害 在最短的距离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比赛已经开始 红方选手黑色裤衩 中方选手王志杰 蓝方选手白色短裤日本选手 我们看这个家伙不做防守啊 把脸叹了出来 他就是西川康平 双方在身高上来讲的话 王志杰是有优势 打日本选手一般来讲 中方选手都会有优势 这没办法 能说日本人长得太矮了 比赛开始王志杰呢 也是并不是很着急 还是要循序渐进 因为双方啊 也是第一次交手 对对方的打法跟风格呢 也并不是特别了解 小心了 对方占据了主场他的优势 所以说对方 哎呦漂亮 好 干净的中扫 速度还是很快 我们看比赛低回合 过去了一半的时间 对方 我们看把他把双手垂直下来 那么这个状态完全是看不起 中国选手的一个表现啊 好 王志杰稳住 对方的话这是一个激将法 看来这个小日本子 可能是看过孙子兵法 36G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对方的这个西川康平 之所以这么狂 因为这个家在日本已经是南巡敌手的一个状态 31岁已经是身经百战 打过上百场比赛了 所以说昨天今天很丰富 包括赛前呢 大部分的日本民众啊 也是一致性的看好他 而且还认为我们中国小伙 王志杰的本场比赛 有可能会被对方啊 打肺在擂台上 好 这帮小日本子 多眼看人低 但是没关系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王志杰的状态 今天也是非常的不错 好 王志杰非常的聪明 通过搂包呢 来限制对方啊 战力上给到我们的压力 好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 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 精彩的对局 好 抓腿 哦 漂亮 抓腿后的扫踢 我们中方选手呢 有很多啊都喜欢接腿 然后进行第二次打击 那么这个规则在日本的规则当中呢 实际上是违规的啊 但是现场裁判呢 也是比较给力 并没有警告我们 也没有扣分 如果您经常看比赛的话 你可以在很多中日对抗赛当中呢 看到这个光头的裁判 他很出名 也是亚洲之内 哦 漂亮 什么情况 我我看 日本选手被打跪在了地上 好 漂亮 又是一个写手的评勾 王志杰想要一股作气 拿下对方的日本选手 还是很有机会 因为比赛时间还有两分钟 而且这个日本选手明显啊 西川康平 颤都有点站不太稳了 对方的日本选手 连走机啊 这种犯规动作都用上了 而且我们看 他的狗鼻子啊 被打入了鲜血 好 最后一分半的时间 看一下王志杰是否有机会 好 漂亮 又是个前手的评勾 打得很准啊 后手的直拳 再来飞西 哇哦 观众朋友们 这个飞西啊 让对方原本鼻子 就躺出狗血的日本选手 更是雪上加霜 这一下搞不好 应该是打断了鼻梁啊 好 看一下王志杰 想要一口气拿下对手 好 地方比到了龙边 连续的前后手的直拳 哎呦 打倒了 好 裁判终止了队局 这个时候的话 是三次强行赌秒 对方不得不认输 裁判也不得不终止队局 好 观众朋友们 上比赛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们的中方选手王志杰 挤用两地村权 拿下了日本选手 好 太精彩了 我的天哪 对方表示说 说打中方选手 不如大一条小狗 结果呢 观众朋友们 对方反倒是被我们打的 这个狗血淋头 狗鼻子不断的在淌血 好 让我们恭喜 我们的中方选手王志杰 同时非常感谢 平鸿前您的收看与支持 好了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 不散 好 别心情 好 遵旧 马虎 哎呀 妈呀 好 你